南台湾水情知景 台南从3月开始 水情转为了橙色灯号 市府也寄出政策 要求每个月 用1000度以上的用水大户 减供10% 截至到15号 针对回归的用户 开出了68张的劝导单 执行269处水表迁锋 另外还有环保单位发现 有许多古井地下水 没有利用就流往了大海 建议相关单位 应该活化古井 有效的运用水源 清澈水源流出来 南台湾水情拉紧爆 这每一滴水源都相当珍贵 环保单位发现 有许多古井地下水 没利用就流往大海 要缓解干旱 如今活化古井找出泳圈 取水点有效利用也很重要 非常清 实际探访地底下 水源不断流下来 而且水质都相当干净 一看到就像挖到堡一样 大家都相当开心 水有点感觉很好 和我们的有这个糖果用了 连日布遇水情吃紧 台南市政府各单位 纷纷想办法找水源 有不少古井地下水相当充沛 却没有好好利用 就像福安坑西 拥有充沛地下水源 如今却变成排水沟 而古井则是变成打卡景点 相当可惜 古井跟丰沛的地下水 我们应该散加的利用 缺水大作战 大家共提时间 除了开源也要节流 打开盖子进行水表牵风 1月3月起 水勤转成灯 是否要求每个月 1000度以上的用水大户 减供10% 截至15号 针对违规用户 已经开出68张劝导单 共269处强制减供 前逢旅约37% 用池洗车 业者还有三温暖业者 就由自来水公司 也都进行超标 非常时期 大家都在想办法找水源 除了期盼天公做美 江夏干礼 民众恐怕也得好好配合 共同度过缺水危机 借由红富池台南报道